今天是个万里无云 没有光害的夏天晚上 麦麦来到了学校的天文观察社 准备要来观察星星 在观星的过程中 发现了星星看起来 有些比较亮 有些比较暗 天文社的老师 细心地跟麦麦解释 这是因为啊 星星跟我们的距离 远近不同所造成的 麦麦实在是被距离 巨大的天文数字 吓到头晕 回想老师说的 那个星星的距离基本单位 好像是 9的后面 带有15个0公尺 这么远 此时的麦麦也想到 在生物课时 老师教到有关细胞组成的单元 提到了生物体组成的 最小单位是原子 还有在细胞中存在的 葡萄糖 胺基酸等小分子 它们反而是小数点后面 带了好几个0公尺的大小 而这些生物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的体型 都是大小不一 到底要怎么去描述 这些生物的大小 实在让麦麦困惑了好久好久哦 聪明的你知道用什么方法 来帮麦麦解决这个问题吗 首先让我们用个简单的方法 来回答麦麦的问题 一般肉眼可见的物体 大一点的 例如长颈鹿或人类的身高 我们会以公尺为单位来记录 小一点的 例如人类手指的长度 或者幸运草叶片的宽度 会以公分为单位来记录 如果再小一点的 会使用公里当作单位 通常我们在进行校园探查 或者使用显微镜观察时 会需要记录物体的长 宽 高 这时候为了清除表示 非常大 或者非常小的数 可以使用科学技术法 又称为科学记号 像是100等于1乘以10的2次方 1000等于1乘以10的3次方 10000等于1乘以10的4次方 10万等于1乘以10的5次方 而100万等于1乘以10的6次方 另外还有比1小的数字 像是0.1等于1乘以10的4次方 0.01等于1乘以10的4次方 0.001等于1乘以10的4次方 请问下面选项的数字 何者最大呢 A 7.8乘以10的7次方 B 7.8乘以10的6次方 C 9.5乘以10的5次方 答案是A 如果你想知道更详细的 指数的运用内容 欢迎到数学课程的 指数与科学记号等等 相关章节做学习哦 好 大致了解科学记号的表示法 我们就来看看生物体的大小 到底都落在什么范围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 人体内部组成物质的相关大小吧 一个原子的大小 一个原子的大小 约是1乘以10的-9次方公尺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1奈米 我们常见的葡萄糖 氨基酸等分子 大小都位于这个范围 也因为它们都这么小 才能借由细胞膜上特定的蛋白质运送而进出细胞哦 细胞膜内的小构造 像是粒线体 细胞和叶包的大小 则落在1乘以10的-6次方公尺 我们称为维米尺度 到了细胞层次 大小就很不一样咯 一般细胞的大小 约在10至100维米 像是红血球大小 约为7维米 也就是7乘以10的-6次方公尺 而肌肉细胞 最长则可达到约10至20公分 到了组织以上的构造层级 大多以公分级作为单位来计数咯 我们人体中位的大小 适合用什么单位来表示呢 A 维米 B 公分 答案是B 看完了我们体内组成物质的相关大小 现在就继续来看看 我们常见的生物体的大小吧 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 病毒是体积最小的 它的大小大约落在奈米尺度 而大一点的像是细菌 单包藻则落在微米尺度 从跳蚤以上的生物 就落在我们肉眼可见的范围啦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 最大的生物体尺度 是大约100公尺高的数 如果以动物来说 现在存活在地球上 最大的动物是蓝鲸 它的身长啊 根据记载 可以达到33公尺耶 如何 我们人体的组成成分 以及生物体的大小 跟你想象中的一不一样呢 下次有机会操作显微镜 进行观察的时候啊 不妨可以搭配显微镜的 放大倍率 来推估观察物体的大小哦 你还可以跟同学炫耀一下 今天所学到 使用科学记号的方式哦 请问以下选项何者正确 简单地整理吧 一 我们可以用科学记号 来表示数字的大小 尤其是极大的数字 或是极小的数字 二 原子大小的尺度为奈米 细胞内部构造大小的尺度为 微米 多细胞以上的尺度为公分 今天上课提到了奈米尺度 跟相关的例子 其实啊奈米大小的结构 很常在工业及科技业使用 请问你知道 这个尺度大小的结构 被大量运用的原因吗 欢迎上网寻找答案 并且在影片下方留言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